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到了文明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上班族的工作时间却越来越长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曾预测 到21世纪初 人们每周工作时间不会超过15个小时 可现状却是 许多人上下班时都行色匆匆 有时还要熬夜加班 反而失去了远古的悠闲 所以 人类的发展出现了什么偏差吗? 这就是《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 本书作者詹姆斯·苏茨曼是英国建桥大学人类学教授 曾经在非洲研究不需慢人的生活习惯 他发现不需慢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很短 日子却相当轻松 这一结论与其他人类学家的观点相互印证 苏茨曼非常好奇 为什么原始部落可以工作那么短的时间 却又能那么惬意 这本书就讨论了这一问题背后的真相 并深入挖掘了工作的起源和内在的动力 以及人类越来越辛苦的玄机 接下来 我将分四个部分解读这本书 一步一步揭开工作的真相 第一部分 人类为什么要工作 第二部分 一天工作三小时会发生什么 第三部分 工作何以成为必须完成的事 第四部分 工作是怎么叫人停不下来的 首先我们来谈谈人类为什么要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 学者们试图从动物身上寻找答案 非洲南部有一种黑面织布鸟 它们用茅草和芦苇筑 筹的外形像个葫芦 大小和鸵鸟蛋差不多 精巧而结实 想要拆开绝非一事 但雄性之布鸟却不这么认为 每到夏季 雄性之布鸟都会建造许多巢穴 然后一个一个拆掉 它们会先把巢从树上拖到地上 再用嘴把草一根一根拔出来 直到拔得干干净净为止 根据生活学家的观察 有一只熊鸟建造了一百六十个巢 又亲自拆掉了一百五十八个 只留下了两个吸引雌性 大部分都在建好之后几天就立即拆掉 创造了拆巢界的最高记录 这种古怪的行为让生物学家非常困惑 对于许多小鸟来说 筑巢都是繁琐而艰巨的工作 普通之布鸟平均一周才能建好一个巢 期间要飞行三十多公里的路程 收集五百多根茅草 工作量相当大 它们费了这么大力气 难道就是为了拆掉吗 起初有学者认为 雄性织布鸟这么做是为了练习筑巢技术 观察也表明 随着反复练习 它们的巢学的质量确实越来越好 但总是拆个不停 仍然很让人费解 也有学者猜测 雄性织布鸟建更多的巢 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磁性 但某个雄性并不会同时拥有多个巢 所以不会同时拥有多个磁性配偶 而且有的巢根本没有磁性到访 也会被拆掉 所以织布鸟的拆巢行为 可能还有其他的意义 这种古怪行为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换个视角就找到答案了 此前研究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观念 生物获得能量固然重要 消耗能量同样重要 能量只有流过机体 才能推动生命的运行 如果生命只摄入能量 而不消耗能量 就无法推动新陈代谢 不足以激发机体的功能 从这个视角来看 织布鸟拆除巢穴的行为 就是纯粹的消耗能量的活动 所以每当夏天食物充足时 织布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觅食 就会热衷于拆巢 而当冬季来临 食物减少 能量供应出现短缺时 织布鸟就会停止拆巢活动 所以说织布鸟拆家 究其根本是为了消耗能量 消耗能量的需要 可能与人类工作的起源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 工作其实是一个能量交换的过程 人类消耗多余能量的方式 主要有两种 一是增加运动量 比如玩各种游戏 唱歌 跳舞 或者参加马拉松跑步等等 第二种方式就是思考 大脑在思考过程中 会消耗很多的能量 同时获得信息 大脑在消耗能量和处理信息之间 存在双向正比关系 也就是说 处理信息越多 消耗能量也越多 反过来也一样 消耗能量越多 处理的信息也就越多 当人类将越来越多的能量 用于思考 处理的信息足够丰富时 人类就创造出了非凡的文化 并发展出了复杂的语言能力 远远超出了其他动物的理解范围 复杂的语言又具有许多独特的价值 比如人类通过语言传播抽象的用火技巧 大约一百多万年前 人类就有了用火的迹象 火的使用成为人类文明进化史上的第一个关键节点 它改变了人类与自然之间能量交换的模式 帮助人们掌握了在寒冷天气保暖的技能 大大拓宽了饮食范围 让人类节省了大量觅食时间 多余的时间会让人感到无聊 而无聊却具有意想不到的功能 为了摆脱无聊 人类会设法找点事情做 比如打制石器 既能打发无聊 同时也是消耗能量的有效方式 无聊不但驱动工具的改良 而且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所有的艺术都是对抗无聊的产物 当我们用各种方式来对抗无聊时 却意外制造了两个对立的概念 那就是工作和娱乐 工作和娱乐都是无聊的对立面 但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娱乐的本质是制造了大量信息流 却没有消耗过多的能量 因而让人感到放松 工作则是付出了太多的能量 却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流 因而让人感到枯燥和疲惫 所以我们大多数时候喜欢娱乐 而不喜欢工作 这就是作者理解的工作起源 那么哪些活动属于工作 哪些活动属于娱乐呢 事实上两者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其中的区别与人类的欲望有关 欲望越低娱乐的比例就越高 欲望越高工作的成分就越高 作者通过对原始部落的分析 来讨论欲望与工作之间的关系 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没有工作的低欲望原始生活 看看一天工作三小时会发生什么 人类学家曾经以为 早期人类整日忙于寻找食物 焦头烂额 精疲力竭 并没有娱乐的概念 因而也无所谓工作 但在非洲南部沿海的几个洞穴中 人类学家却有了新的发现 那些洞穴中除了鲸鱼的残骸 还有贝类和鸟类 以及乌龟等动物的骨骼 说明早期制人的食物非常丰盛 此外 他们还会吃一些蔬菜和植物块根 外加蘑菇和水果 从食谱可以看出 早期制人的营养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很少受到食物稀缺的困扰 除了食物 研究人员还在洞穴中 发掘出许多文化用品 比如海螺猪串 大约有七万五千年的历史 海螺上面被枣了很多小孔 在用绳子传起来 像一串精美的项链 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装饰自己 有些洞穴中还有各种研化 以及保存了十万年的颜料盒 用鲍鱼壳制成 里面装有粉末状的颜料 他们就用这些颜料在石头上作画 各种证据都显示 当时的狩猎采集部落 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 完全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精神生活也相当充实 现代原始部落的生活模式 也可以反映出人类早期的生存状态 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 就保存着一些原始部落 比如猪或安息部落 是非洲不需卖人的一个分支 作者曾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 观察并记录这个部落的生活 他发现当地居民基本与事隔绝 也没有发展农牧业 沿用着原始的生活方式 他们对大自然充满信心 相信大自然肯定会提供充足的食物 所以基本不储存食物 不积累财富 也不在于社会地位 他们只花很少的时间寻找食物 成年人每周觅食的时间 在十七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每天不足三个小时 其他大部分时间 都用来休息和娱乐 比如散步聊天 晚上围着篝火 唱歌跳舞讲故事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他们往往营养良好 寿命也比较长 许多人可以活到六十岁以上 所以被称为富裕的原始社会 他们之所以能过着悠闲的生活 是因为对物质的需求相对节制 只注重必需的物质需求 不关注物质稀缺的威胁 没有被各种欲望所拖累 那么他们是如何维持低欲望生活的呢 答案是资源共享 原始部落相信 大自然将万物馈赠给人类 人与人之间应该共享食物 所有食物在部落成员之间平均分配 构成了所谓的按需共享 当他们发现别人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时 就会直接索取丝毫不会客气 甚至也不需要礼貌 本而拒绝别人的索取 会被视为粗鲁的举动 并受到强烈的谴责 甚至可能引发暴力攻击 在按需共享社会 分享是无限的 除了老婆孩子万物皆可分享 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里不会出现盗窃行为 因为盗窃没有意义 如果你想要什么 直接去讨要就行了 在按需共享的氛围下 人类对筑藏食物不感兴趣 好在热带非洲食物相对充足 不是这种水果成熟 就是那种水果成熟 轻易不会出现短缺 当水果和蔬菜成熟时 人们只会采集单日所需 吃不掉的蔬菜和瓜果 宁愿扔其烂掉 也不会收藏起来 在按需共享的部落 没有等级制度 没有领导 也没有权威 大家无需容忍成员之间 任何显著的物质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 勤劳并不会获得更多的收获 相反过于勤劳 反而会被看作是孤名钓鱼 受到大家的共同抵制 可以理解 在按需共享社会 几乎不会出现资源缺乏 因为大家的欲望都很低 对自然环境的所求很少 既然如此 也就没有工作的概念 他们不会加班去干活 因为完全没有必要 也没有意义 吃饱以后就投入娱乐活动 体验悠闲的人生 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 一切都变得不同起来 人类因为气候的变化和人口增加等复杂因素的驱动 故约而同地开启了农业文明 继用火之后 农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进化史上的第二个关键节点 那时我们的祖先开始常规性地储存食物 并尝试耕作 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被重塑 我们也因此远离悠闲的生活 与工作再也脱不了关系 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谈谈 工作何以成为必须完成的事 当人类走出非洲以后 开始面临着气候的巨变 时常出现资源匮乏 食物不再充足 为了度过寒冷的冬天 智人不得不提前谋划 他们要建造房屋 收集更多的粮食 并开始储存食物 以备不时之需 一旦人们开始储存食物 对食物的观点就发生改变 因为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 今天是我的东西 明天依然是我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 你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 它不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当食物短缺时 有食物储备的人 就可以生存下去 没有食物的人 则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下 共享经济消失了 私有化概念出现了 按需分配的社会制度 也随之崩溃 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 农民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劳动 并在劳动和食物之间建立起了清晰的对应关系 劳动越多 食物也就越充足 劳动强度明显和食物数量成正比 多劳者多得 不劳者不得 那是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在私有化社会 人们满足欲望的策略有了重大变化 不是通过减少欲望 而是通过增加生产 农民开始不得不持续提高劳动强度 人类再也没有狩猎采集时的那种悠闲生活 为了储存食物 早期农民开始建造大型古仓 这些古仓使用了泥土、石头和稻草等各类建材 通过精心设计建造而成 有的古仓可以储存十吨小麦 这类工程需要群体付出大量劳动才能完成 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建筑风格也开始出现变化 涌现了规模更宏伟的建筑 比如在土耳其东南部发现了 戈贝克历史镇 这类建筑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而只有某种神秘的纪念意义 要建造如此规模的建筑 必然需要群体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付出巨大的体力劳动 大型纪念性建筑标志着 社会已经出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 专业人员基本摆脱了农业生产 只能靠农民养活 为了养活额外的人口 农民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 而被养活的人口也不得清闲 除了统治阶层 其他的人都要从事各类形式的劳动 人类就出现了阶层分化 当有限的资源被更多的人分享时 农民的日子就会非常艰难 资源越来越稀缺 繁重的田间劳动给人们带来了各种身体上的伤害 加上营养不良 疾病横行 间接性饥饿 以及部落冲突等 在各种灾难综合作用下 农业社会人口的寿命大大缩短 罗马帝国时期 人们能活到30岁就算幸运的了 尽管农业社会面临各种挑战 但与狩猎采集的部落相比 生产力无疑是得到了大幅提高 人口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反过来又放大了资源匮乏的严重性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通过计算推演到 全球人口数量大约每25年翻一番 以至于超过了粮食增产的速度 因此农民必须努力排除干旱 洪水和疾病的干扰 确保粮食的丰收 但有很多变量他们无法控制 农民只能做一件事情 来应对重大的风险 那就是更加辛苦的工作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农民需要足够的劳动力 而补充劳动力的方法并不多 多数情况下只有多生孩子 所以农民热衷于生育 多生育一个人固然多了一个劳动力 但也多了一张需要喂养的嘴巴 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 人口可以按几何级数增长 而生存资源是按数数级数增长的 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 人口不能超过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这也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久而久之 人类掉进了马尔萨斯陷阱 越穷越生 越生越穷 生存资源永远处于稀缺之中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 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 就会导致人均粮食产量显著下降 至此农业社会的三大要素全部齐齐 私有化 阶层分化 和人口暴涨 由此造成了两个重要后果 第一是无尽的忙碌 第二是货币的出现 在这三大包袱的重压之下 农民别无选择 他们要么挨饿 要么夺取邻居的土地 或者开垦新的土地 无论抢夺土地 或者是开发新的土地 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劳作 经过农业文明的洗礼 我们再也闲不下来了 尽管马尔萨斯的观点 已经不合时宜了 他低估了现代社会 粮食生产的增速 但农民强迫性劳作的习惯 已经养成 人们普遍相信 在工作和报酬之间 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 所以人们歌颂勤奋 谴责懒惰 几乎把悠闲的生活 彻底遗忘了 农业社会的另一个 重要遗产是货币 由于农民的主要产品 是粮食 当他们需要其他物品时 就只能用粮食进行交换 另一些人不从事农业生产 只能用其他的物品 来换取粮食 但以物换物的交易效率极低 所以人们需要一种适合的中介 货币就此应运而生 既然货币可以换取所有物品 必然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并强力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大约在八千年前 城市的出现成为了 人类文明进化史上的第三个关键节点 当时农业社会生产赋予粮食 去养活大量的城市人口 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在田间劳动 以获得能量 还意味着想方设法 消耗掉富裕的能量 城市的出现不但改变了 人类消耗能量的方式 而且为剥削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人类从此陷入工作的泥潭 再也无法自拔 第四部分 我们就来谈谈 工作是怎样叫人停不下来的 城市中聚集了大量人口 却不从事粮食生产 反倒涌现了许多全新的行业 比如木工 雕刻 建筑和排水技术人员等等 此外 人们还要建造寺庙和其他宗教设施 同时还要应对一个全新的挑战 那就是维持社会秩序 为此人们需要官僚 法官 警察 士兵等专门维持秩序 他们都在消耗额外的能量 城市生活就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流 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不停的劳作 才能保证能量流的畅通 人们的欲望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从得到更多粮食和土地 变成了得到更多的货币 因为货币已经成为了劳动结算的工具 货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只有不停的劳动才能赚取更多的货币 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这样 从粮食变成了货币 而货币的数量是无止境的 人们由此而产生了无穷的欲望 驱动自己不停的工作 特别是工业革命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进程 工业革命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大大刺激了人类对物质的欲望 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 为了缩小差距 我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 工作是唯一的办法 努力工作确实可以提高收入 但麻烦在于 人们消费欲望也在水涨船高 人类的消费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享受性消费 一种是炫耀性消费 享受性消费主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 比如吃得更饱 穿得更暖 是人们消费的主体 享受性消费成本并不高 只要付出简单的劳动 大体都能满足 但人们在享受性消费之余 还要追求炫耀性消费 陡然增加了无穷的负担 炫耀性消费最初只是富人的专利 他们热衷于用珠宝首饰等物品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普通人在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之后 也开始追求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的幕后推手是广告 我们的工作原来已经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但商人却在不断为我们制造新的欲望 他们利用广告将人类的欲望放大 助推稀缺经济学大行其道 所谓稀缺 是指相对于人们无穷的欲望而言 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 广告让人们感到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处于稀缺状态 广告早已有之 在古罗马的庞贝纪元里 墙上都装饰着露骨的色情图片 以刺激人们的欲望 中国宋代的工匠则会散发精美的传单 上面印有可爱的标志和时髦的口号 以此引导人们的消费 现代广告更是无处不在 随着传播媒介的更新 比如电视 报纸 网络等的发展 广告更加普遍 而且更加精准 制造了许多可有可无的消费欲望 钻石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1940年之前 没有多少人在乎钻石 但后来钻石戒指却无处不在 因为钻石象征阶层特权 是炫耀性消费的标志 广告除了维持生产和消费的循环 还有另一个奇特的作用 那就是让人们不再对不平等现象感到焦虑 只要他们能够偶尔购买新的消费品 就会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上升 从而缩小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感官距离 想要满足新型消费需求 人们就必须工作更长时间 自二战以来 工业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成倍提高 但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却稳定在40个小时左右 一方面工人老板想要从工人身上摸削更多的利润 不愿意压缩工作时间 另一方面工人也不愿意缩短工时 有些工人甚至会主动要求延长工作时间 以获得更多的报酬 满足更多的消费欲望 在双方共同推动下 人们只有不停地工作 无穷的欲望和长期的工作 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由于受到稀缺经济学的蛊惑 导致我们对经济增长过度关注 这种关注是不可持续的 无休止的工作压缩了人们的娱乐时间 必然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以经济发达的日本为例 日本劳动省统计表明 2013年大约有190人死于过劳自杀 但研究人员认为 实际数字是政府公布数字的10倍 而民众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日本并非孤立 许多国家的劳动阶层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甚至连午饭都在工作场所匆匆吃完 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过劳死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 比如 法国电信公司在2008年和2009年期间 曾有35名员工因劳动压力太大而自杀 他们的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 几名高级管理人员则受到了审判 那么 所有这一切有改变的可能吗 作者认为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将给人们制造全新的未来 甚至可能让人类回归 淳朴自然的生活状态 让我们用更多的时间 思考人生的意义 但也有相反的观点 认为 人工智能只会给富人挣更多的钱 进一步拉开贫富差距 制造更多的消费陷阱 我们会不断投入新的工作 然后不停地忙碌下去 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这一切 也有可能将事情变得更糟 以上就是工作的意义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 人类没有沉重的工作负担 那时候 劳作主要是为了消耗多余的能量 然后进行物质交换 现代人却受到稀缺经济学的潜质 陷入被制造出的工作焦虑中 我们想要减轻工作压力 难道要再回到狩猎采集社会吗 这种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我们可以学习狩猎采集社会 最重要的社会特征 那就是平等 所以 现代社会首先要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同时 降低不必要的消费欲望 放弃对稀缺经济的过度关注 因为这种关注是不可持续的 那只会让人越来越焦虑 人类需要摆脱 固有思维和欲望的禁锢 发挥智慧和创造力 才能构建一个崭新的 可持续的人类未来 好 《工作的意义》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